才考中的 不过 有位来自江音的考生张卫言 虽然博学多才 文章做得很好 而且颇有胜利 但是在甲午年 参加考试的时候 竟然名落孙山 你 你 你 这个考官真是有眼无珠 我的文才这么高深 诗词歌赋无所不惊 不怎么可能忘选呢 真是太没天理了 你笑什么 我笑你不明示离 这一次没有考中 当然是你的文章写得不好嘛 你没看过我的文章 怎么会知道不好呢 写文章必须心平气和 现在看你破口大骂的样子 又怎么能写出好的文章呢 道长 那我该怎么办呢 靠中功名 全靠命运 命不该中 文章虽好 也没有用 你必须先改变自己 既然是命 我又怎么去改变呢 造命在天 利命在人 只要你尽力去做善事 多基因德 什么福报都可以求得的 可我是个穷书生 又能做得了什么善事呢 做善事 基因德 都是都是从心做出来的 都是从心做出来的 只要常常存心为善 功德就会无量无边了 就像谦虚这件事 又不花钱 你为什么不自我反省一下 自己功夫太浅 不能谦虚 反而骂考官不公平啊 从此之后 张魏妍就压低自己 一向骄傲的志向 很留意地把持自己 不要再走错路 天天加功夫去修缮 天天加功夫去积德 到了丁有年某一天 他做了一个梦 梦见他自己 走到一座高楼 看到一本开榜的名目 但是榜上 却有许多擦掉的空格 于是他就好奇地问身边的人 这是什么名册啊 那人回答他说 是今年科举录取的名册 张元又问 为什么名册内 有那么多空格呢 那个人就说 因见三年 就查证一次 一定要积德和没有过失 才能够榜上留名啊